那学龙数学,数学而用 今天要看这道题 中国胜于定理 有一个数n 我们先知道除7于2 除11于4 除13于6 那问这n的最小值 那对这问题 我们就把它拆解 拆解成这个200 那还有这个040 跟006 那对于这个200呢 我们知道它是什么 11乘13是143的倍数 143的几倍除7会于2呢 那这里我们可以知道说 今天143 这个数呢 它除7 现在是于3 我们用MOD的符号来写 那今天呢 要变成于2 那我们这边可以把 3乘3 这时候9 所以把它乘3倍 那这边乘3倍 这样子呢 就会得到于2 所以这里 所以这里就是 先放个143乘3 那乘出来的结果呢 是429 那接着呢 第二组 这是91的倍数 那91呢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它除以11 91除11 是于这个88加3 是于3 那我们现在变成这个于4的 好 那这里3的话 我们要于是 11加4是5 所以呢 这边放大5倍 是有机会的 所以这边呢 再乘上5 好 所以这边就是91乘5 是455 好 那最后一组呢 是这个77的这个倍数 好 那我们要看它除13的余数 那13乘6是78 所以呢 这边我们可以看成余负1 那对于这同余呢 我们要得到6 其实可以两边乘负6 那这边会是负的462 好 那我们再把这三个相加 这两个减起来是这个负7 所以答案呢 429减7 就是422 好 所以这道题的关键 就在考中国圣语店里 把一个复杂问题 拆解成简单的 那接下来呢 再把它组回去 就可以得到自己的答案